今天十點了齁 好謝謝主席 來請一下我們台廣董事長 董事長 蘇緯好 董事長你好 董事長你來接台東6個 去年5月來的 去年5月 快到1年 我們也感受到說 你也很認真啦齁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到 有很多委員在講 我們現在台廣還是一直處於 虧損的一個狀態之中嘛 那你剛才有回答說 今年虧損的9億多 八道事業整個的盈利來講的話 你虧損的9億多 你剛才講的時候 應該算還好 就改善的幅度來講 那個算是 也就算是非常大的進步 這個9億多裡面有一個是 幾乎逃不掉的甘蔗 那麼我們從蔗榮買甘蔗 來做成蔗糖 然後把它拿去賣 這個每1公斤的糖 大概我們就要虧損 差不多12塊左右 我們立法院的預算報告書裡面 的評估報告裡面說 你們的多角化事業之經營 不善 應該是你們台廣本業虧損的主因 你對這幾個看法 你有沒有認同 你們的八大事業只有一個生技席 算錢而已嗎 對不對 商銷也獲利 商銷也獲利 現在休憩也獲利 剛才有委員提到 在你們多角化的經營 你們 大家包含的我們招委都說 希望我們台廣要更加努力的 要加油 那你認為要怎麼加油 才有辦法轉虧為盈呢 所以我剛剛在報告裡面 有稍微提到的就是 核心能力要再提高 那最重要的 我們開始做目標管理 是啊 會不會輪迴口號啊 我們現在都怕是這樣 你剛才有說啊 今年虧損了 比如說 虧損了9億多 你覺得這已經 已經算很大的改善了 那你有沒有期許 比如說103年度 或是明年 會有盈雨跑出來嗎 有知道嗎 跟蘇委員報告 會非常困難 第一個 那個 那個砂糖本身啊 一年大概虧損 可能 五億到六億大概逃不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配合著政府的政策 所以才會導致說 台糖的經營不散 是不是這樣 就變成是這樣啦 那這樣聽起來就是說 因為你們背負著政府的政策 所以才會造成你們一直年年的虧損嘛 是不是這樣 那個都應該算是 算是 我剛剛講那個砂糖 就是因為開放自由啦 所以我們現在的砂糖的價格 完全是國際行 國際價格 每個業者都可以進口 那目前 但是我們必須跟農民 去浙龍去把甘蔗買下來 買的價錢 最後換算的價錢 每一公斤是24.878元 但是我們最後 經過加工成本大概30幾塊 當然啦 賣的時候只賣19塊 沒有說國營 也不是說 配合著政府的政策 造成你們虧損是主要因素 那你們既然有朝向多角化的經營啦 那麼我們要講的是說 在這個企業的經營裡面 你們既然有這麼多的一個八大事業部裡面 在裡面 我是因為說 如果 沒有辦法從裡面 去所謂的想辦法 來變成轉正的話 可以賺錢的月啦 那麼我是覺得應該要去好好思考 我們的經營策略啦 不可以只有一句就像你說的 或許 背負著政府的所謂的重大政策 是你們造成你們虧損的主因 但是 如果這樣的話 那你們好歹你們其他的 八大事業的其他的項目裡面 也要做的賺錢給你看 最起碼這個是可以 感受得到的嘛 你不能說 我就是因為 配合著政府的政策 投票了錢 所以百分對著 不然你百分也賺錢來保養看啊 對不對 所以 你們多角化的經營 並沒有看見出你們的成效嘛 這點才是最重要的啊 對不對 不然大家都在這裡說 希望你們加油 如果本身的心態 沒辦法去導正 或是沒有真的很專業的 所謂的 經營管理人才 來 來 來 你當時也一定要了錢啊 我想 本時在這邊 最主要的 要說法是這個 因素 希望你們也能去接受啦 我們也是希望說 你真的要賺錢嘛 齁 究竟你是國用事業嘛 好 除了這個以外 我要跟台長講 我們有這麼多的土地 我們現在剛才有委員講到 我們都很多的平地造林政策 對不對 但是 有一點我比較百事不得其解的 在你們平地造林 土地可以充分的多元利用 但是你們造林之後 你們的核心都沒有利用啦 我問一下 我問過台長 台長說 我們跟 農委會簽了所謂的平地造林以後 整個的使用權是屬於 農政單位 但是 我要跟你們說 我是覺得你們可以跟農委會參選啦 你們平地造林之後 土地 整個農地都在那裡發操了 你們還要請工去處理 你們沒有看到說 在很多地方 農民變成 他現在在政策 但是 他會貨賓 又賺香蕉 又賺香蕉 有些是種絕類 但是我們台長就放在那裡 我是認為說 我們的台長土地 可以充分的再利用啦 蘇緯講得很對齁 這一部分 確實是農委會的規定 那他造林有補貼 所以造林的 除了造林之外 你就不能做其他用途 所以我是覺得要去溝通嘛 你們造林之後 你們造工 你們造工 等等影響環境 如果能夠充分的利用 台長或許可以多一份收入嘛 這可以跟農委會來講嘛 我們要的是土地充分利用嘛 人民間的土地 你想民間的農地 我剛才說過 種民人也好 種野也好 會把民國還在種東西咧 這個可以增加收入 也可以讓農民 沒有土地 政府農委會一直在推動 所謂的大地主小電農 大地主小電農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們不能去充分的溝通 好像都是小地主大電農 小地主大電農 對小地主大電農的政策 為什麼都沒有辦法去溝通 那放了我們台島的土地在那邊處理 所以我是覺得齁 董事長 可以跟農委會好好的去溝通一下 我這個跟農委 已經有在溝通 我們要結論就是 但溝通那麼久了 我今天歡迎多久了 我歡迎很久了 我是覺得都要跟時間賽跑 不是只有歡迎沒有結論而已 還好 剛才講到土地的問題 副總也現在站在上面 或許不是只有屏東的問題 很多實際面 台灣每個縣市都有這個問題存在 就是從日據時代 有很多地方是祖先的土地 但是你們台東接收了後 加進還有很多土地沒辦法解決 我也之前跟你們反應過 我要講的是 我們不敢 我們台島的資產處 地方都很認真的在協助 但是當天碰到一個問題 口口聲聲每次講都說 因為我們是公司制度 所以我們要經過董事會同意 我們不能去土地 我都贊成 但是我們要去面對的是什麼 這是當初我們的祖先在這邊 就住在這裡的 不管是時空的法令怎麼講 他們原本就住在這邊 但是你們現在要賣 土地給賣生 第一句話都說要照雞雞 董事長 我之前我也跟你講過了 你也來快一年了 像我們屏東農泉農坦的土地 從我當初在當蘇家權助理的時候 到現在 我歷經了助理 秘書議員到立委 十五年也沒辦法解決 所以我真的很期盼的是說 當我有這個機會 當上立委員的時候 我是要去解決人民的問題 走去土地是你們的沒錯 但是時空的話 你們說要退縮到以前 日本時代 這是台灣他們的祖先 不是你們台灣的 你們也是來接管 日本主席會社 才會怕他們 這麼多土地 所以我們要解決的是說 我們要幫人民去解決問題 董事長 可不可以在這邊承諾 想辦法要用什麼方式 來讓這些以前祖先住在這邊 還是使用台糖土地的這些人民 可以來享受你們的一個 所謂的優惠辦法的一個出售土地 先謝謝這個蘇委員幫幫很多忙 十萬年這樣 幫幫幫協調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將來程序上 處理上 只要土地的處分 財產的處分 一定要結果董事會 那是一定的 那只是說 提到董事會 因為這個有歷史的因素 這個我們會 願意來特別來跟董事會 做爭取做報告 那因為這個 蘇委員很清楚 那個在過程裡面 台糖其實是 很有誠意 在解決問題 所以才會把租金都降下來 那這一部分我想 我們就是 其實都是 善意的方向來處理 歷經了這麼多的董事長 還是沒辦法解決 我希望你剛才說的 虧損的部分 你有辦法轉虧贏 我也希望 留下你自己的定位 我們今天要解割的 不是去跟財團 解割土地買的問題 這我沒有 但是我們今天要解割的是 就是說 他的祖先從頭到尾 住在那裡 包含今年的驚訝也住在那裡 今還繼續衰用 但是 我們要賣可以脫地 卻找不出一個辦法 每次只講說 一定要所謂的 要用市價來賣 因為剛才你講的 一定要董事會同意 我在這裡要講 很簡單的一個要求 我希望 我們在開火的時候 可以跟這些黨員說 這是時空環境的問題 希望說 可以讓這些人民 可以買到他們 所謂原本的 他們在祖先流下來脫地 這樣而已 這個需要我們董事長 還有總經理 還有副總委你們 在開黨事會的時候 一定要拿出來 才有我們的報告 不然你們還要 黨事會他們 後來都不在 你不是說 因為董事會的問題嗎 這個董事會我們來 國通 我在講的就是 現在目前農權社區的土地的問題 它還是一個程序 需要縣政府這邊來作業 做完以後 我們再來 我知道了 所以你的主餐廳 跟你們黃副總 他們都做到什麼 黃副總 你也 協助這個案件 已經那麼久了 這不是一項的問題 這是國六百項的問題 這你都清楚 你也跟我說 你會有的改革 我希望在這個會期 有辦法想出一個方案 要怎麼處理嗎 改革是一個天使 有辦法先跟黨事會來 報告說到底要怎麼做 讓黨事會來決定嗎 跟委員報告 我想你剛剛的建議 我們會來考量 但是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我們已經積極在處理 那農權地區部分的土地 我們是要求區制在六月底中 能夠地基的分割 能夠跟地震輸所能夠完成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會專案來提報 那剛剛董事長也在做一個回應 我們會在董事會裡面 就本案基地的歷史背景 來做一個說明 好 董事長 我先代替我們賓動 大廣大地區的祖母 佩生給你們寫得什麼 真的我改我十五年 真的沒有一個答案 真的我不知道來 如何面對這些鄉親 我說過 如果是跟財團的交易 我絕對不做 但是今天我們要 替人民百姓的問題 是一個整個社區的問題 是骨骼百貨的問題 不是一貨 所以我覺得說董事長 我真的是懇切的希望你們說 我替我們屏東的百姓來陳情 來求你親命 我希望拿保黨術的時候 可以實際面對的就是說 給這些人民八歲到三天 能夠來買回他們原本屬於 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 當然法律上是台糖的 所以我這點我要來拜託黨術長 無論如何請你們到三天 我也希望可以來解割 甚至在你的 在擔任董事長的期限內 我們來把它解決 法官司委我們努力來解決 這一點來拜託你們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葉金林委員發言